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魔幻世界 我是 網路上最近流傳了這個 各位,有沒有聽說過 人體潛能 沒有耶 沒有 好,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是 好,首先呢 我需要一位美女的協助 來 我來了 我也是 慧如 來了 等一下 我是美女 美女啊 不是嗎 我是美女嗎 只有潘姐了 沒有 沒有啊 潘姐 潘姐比較後悔 好,來看一下 來,慧如可以看到 這邊有五個砝碼 不同顏色 對 有 紅 紅色 白色 綠色 黑色 還有 藍色 藍色 綠 好 好,接下來 我一直盯著他看 有一個瓶子 裡面空空如也 Yes OK 空空如也 對 好 待會兒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把其中一個砝碼放到裡面 然後把它酸緊 對 不要讓任何人看到 甚至你自己本人都不要看到 蛤 對 對 這樣 你是說 他不要知道他拿的是哪一個顏色 對 自己都不要知道 所以呢 我會另外準備一個袋子給你 好,一個空空的袋子 來,不知道 來看一下 空的 沒有任何機關 綁在我頭上 沒有 我們把這五個籌碼 通通丟進去 哎呀 哦 OK,這樣好知道 他甩一甩 有 這就不知道了 這就不知道了 好,接著呢 你把這個瓶子跟蓋子 通通放進去 然後呢 在裡面裝 哪一個 放進去 收起來 好 好像我們 整個過程呢 我都不要看 這好像我們學攝影要洗底片 來 桌子給你 嗯 還沒有 還沒有 我看你是洗底吧 欸 洗底 洗底 對啊 完全是為我準備的 你會不會搞不清楚他的結構 可以可以可以 那個袋子跟你衣服好多 好了好了 好了嗎 嗯 一組 好 那現在呢 你把瓶子拿出來 拿出來咧 好,確認呢 這個已經被鑽緊在這裡面 沒有人知道 這是什麼顏色 OK 沒有人知道 YES 好 那接著呢 你用這隻手把它拿著 哦 好 接下來呢 我需要 五個杯子 來仔細看 五個杯子 這麼巧 剛好有五個杯子 哎呀 來 請五位拿著杯子 沒有叫你敲 叫你拿 這個傻子 好 好,確認一下 這五個杯子呢 是非常平凡的杯子 來看看 普通的杯子啊 對 普通杯子 OK 好,接下來我要做下一件事 就是把杯子的脖子 這個位置呢 標顏色 貼上一個顏色 跟砝碼上面的顏色 整個是藍色 是一樣的 OK 什麼名字 紅色 紅色 黑色 是綠的 綠的 綠的 白的 來 最後一個黑色 來 白的 貼上 白的 藍、紅、綠、白、黑 好 那麼五個杯子呢 分別貼上顏色之後 接下來我需要一個杯架 來 杯架 杯架 好巧哦 都有 還要什麼數字啊 這次的道具可 還有杯架 OK 好像實面這樣 剛好有五個位置 嗯 那我們把這個杯子呢 把它放上來 哦 就翻給你就對了 對 來 我放速度太慢了 來 你們幫忙放一下 好 對啊 自動自發一點好不好 來 輕一點 輕一點 要撞人 不要自動 不要自動 好 好 各位呢 可以從杯架上面看到 杯子上面標示的顏色 好 接下來呢 為了避免外力的影響 我需要另外一個東西 外力的影響 把它合起來了 好 這是一個空的壓克力 我們把它套起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請齊慧 來 請你過來幫忙一下 好 對 來 你站這個地方 圓 我還沒有花錢 請你當助理 所以你不需要 OK 不要這樣 好漂亮 還嫌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玻璃罩呢 把它照上去之後 請各位仔細看一下 五個杯子 完全都在這個玻璃罩的安全範圍之內 接下來仔細看 來 請兩位美女靠近一點 來 靠過來 用你們眼神盯著這五個杯子 我要用忌念 來找出法馬的顏色 仔細看 好 白色 你幹嘛啦 來 你 好 各位 其中有一個杯子 它 白色的 碎掉了 為什麼 好 上面標示的顏色是白色的 白外 各位可以告訴我 你們從頭到尾有看到 慧如裡面放的這個法馬的顏色嗎 沒有 你說說根本沒有人知道 包含他、我、天、地 沒有人知道 對啊 接下來來揭曉一下 法馬的顏色 來 來看看 不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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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可以看 喂 各位 白色的 法馬跟那個杯子一樣顏色 怎麼可能 謝謝各位 謝謝 這真的太小心了 其他的這個不在 他不在啊 白的真的不在啊 這怎麼可能的